好 現在我們講解 現在完成式 第二次講解 第二次講解 這是時間從零歲 從你零歲 從你開始 一直到現在 到現在 那在這段期間裡面 這段期間裡面 你曾經做過的事情 例如今天 或做完了什麼事情 都要用現在完成式 可是現在完成式跟過去式又很像 為什麼 比如說 發生在這邊 你要用過去式 還是用現在完成式 對不對 我去年 去台北 要用過去式還是完成式 這怎麼辦 怎麼去分辨 所以我這邊要特別講解 現在完成式跟過去式的差別 第一個呢 句子中有明顯的 過去的時間 句子裡面有明顯的過去的時間 比如說 提到昨天 上個禮拜 昨晚 去年 有提到這個的 就一定要有什麼 過去式 過去式 比如說 我去年去台北 我昨天 去動物園 只要有講到過去的時間 就要用過去式 我們下一張就會用例子來說明 第二個 有朋友 什麼時候 你什麼時候去台北的啊 我去年去的 去台北 對 或者講 什麼地方 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過面啊 什麼地方 所以 如果有這三個情形 我們就要用過去式 如果不是的話 只要講經驗 你去過台北沒有 你去過動物園沒有 我有沒有說你去年去過沒 我沒有用去年沒有 你去過台北沒 你去過動物園沒 講的是經驗 這個時候要用線來完成式 現在完成式 那 這個是我們 這邊要講解的 那接下來我們下一個講解 我們會拿例子來說明